工業局的陳科長 還有貿易局的張科長 還有我們與會的品牌企業家 還有我們的管理顧問公司 大家好 好 在我介紹我們內工的資源有哪些之前呢 有一段影片想跟大家分享 小事我出發 這功是辣家 你從來 船長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是的 刚刚的影片是我们在两个月前 经济部工业局公布的台湾前20大国际品牌 这个国际20大品牌这个部分的价值的见价 也是我们委托国际的Interbrand管理顾问公司 来帮我们做一个见价的 那诚如刚才我们的科长说 我们的工业局的资源 基本上是协助企业建立内工的部分 那所以接下来的这个资源 就是这个计划的简报 由我来跟各位报告 我们工业局在品牌台湾计划里面 有哪一些资源 那也像刚才我们的那个科长说的 这个因为企业越来越重视品牌 所以我们今年在这个 今天跟接下来下个礼拜 中部南部的品牌发展计划的这个 说明会是场场爆满 台北已经我们才开放 报名一个礼拜就已经关 这个这个就没有办法再接受新的 所以今天报名的已经超过230位的企业了 那所以针对这个品牌的部分 我想大家都是对于品牌的经营 品牌的想法都各自都有很多的想法 那也想知道说自己在做 就像刚才科长说的 已经不是单打独斗的一个环境了 那我们要怎么样去经营品牌 那我们也从国际的这个 富比士杂志上面看到说 品牌这个21世纪的企业的竞争力 大概就是只有 它的差别就是只有品牌 那这个也是我刚才我们的 的那个影片里面所看到的 今年度前20大的国际品牌 包括ASUS Trend Micro 还有这个旺旺 中国信托 Giant 还有这个中株 这个研华 Acer 美丽达 等等 这边都是我们前20大的国际品牌 台湾的前20大国际品牌 所以我们也期许 也期待 在座的各位 未来是不是也能够 像这个前20大品牌一样 在代表台湾的品牌 在国际发光发热 那针对这个品牌计划呢 在工业局的资源里面呢 我们原则上就是希望能够协助企业 在品牌经营品牌管理 在这个品牌的设计等等内工的部分 组织的改造的部分 我们有哪一些资源 那所以呢这个计划呢 除了台经院的这个一个单一的服务窗口 提供相关的资讯 不只是说我们工业局的资讯 不只是工业局的资源 还有贸易局的 甚至经济部 其他部会的等等的这个资源 由我们这个计划的PO这边来负责 那另外呢 我们也针对这些品牌的经营辅导 诊断里面所需的资源呢 我们包括像这个资策会 还有工研院的计转中心 资策会的是科法所计转中心 工研院计转中心 然后台创还有这个商发院 以及智容基金会 都是我们的团队之外呢 我们也有一批很棒的 这个品牌管理顾问公司 那今天有很多的品牌管理顾问公司 也都在场 那下半场的时候 有几位管顾公司 也会跟我们分享 在品牌经营辅导 诊断的这一块 他们是怎么样做协助的 那这个就是我刚刚提到 我们有一批很棒的 这个管理顾问公司 这里面包括国内的 也包括国际的管理顾问公司 那他们的经验都非常的丰富 而且是经过我们精挑细选的 那在这四年的 这个服务当中呢 那他们有累积了更多的 这个能量 能够帮助更多的企业界 那在从102年到105年 工业局接了这个 这个计划之后呢 那我们到目前为止 到去年年底呢 我们累计诊断辅导的企业呢 已经超过330家了 那在整个 每一次的诊断辅导之后 我们也会去做一个厂商的调查 那回收这个相关的资料呢 我们也发现 这个300多家的企业呢 我们的这个成果呢 包括品牌的营收的累计 还有我们新增的投资 以及全球的通路的新增 全球商标的布局等等 从这些的数字里面呢 都可以看到非常亮眼的一些 量化的成果 那不过当然很重要的就是 这个品质 这个品牌的这个组织的内化的部分 那这个 接下来就是跟各位报告说 我们在这个计划里面 有哪些资源可以协助企业界 包括企业的这个品牌诊断辅导 我们提供 我们二三十家的这个品牌管理顾问公司呢 可以协助企业 针对品牌 针对企业的在 企业的品牌在经营的 这个过程当中 所面临的问题 那因为每一家企业 每个不同的产业 还有这个规模大小的企业 在经营品牌的时候 问题都会不一样 所以我们所有的企业 当你提出你的问题来的时候 我们都是个别的去咨询 个别的诊断跟个别辅导 也就是说每一个企业 我们都要了解情况之后呢 再去对症下药 所以在经营这个品牌 诊断辅导的这个部分呢 就由我们的品牌管理顾问公司 去来协助 那接着呢 除了这个我们的品牌 企业的品牌的定位 企业品牌的组织的内化 还有企业品牌的经营管理的问题之外呢 那我们也发现是说 在品牌或者是说产品的设计 这些都会跟我们的品牌经营有关的 那从设计端里面 我们在看品牌经营的一些相关的问题的时候呢 那我们也有一个品牌设计的诊断跟辅导的这个工作 那这个工作呢 就由台湾创意设计公司来协助 来做受理 那第三个分项呢 也是第三个资源呢 就是关于这个制裁预警的部分 那我们也知道说 各位的品牌 在去打国际品牌战的时候 那有很多就可能会碰到 可能商标抢注啦 或者是说你在去做品牌的时候 你的品牌是被别人有模仿啊 抄袭啊等等 所以当我们在去经营品牌的时候 那我们可能要去考虑说 我们的这个制裁的保护 制裁的预警等等 那所以这个是由我们资策会的 这个科技法律所来协助各位 来去做诊断跟辅导 那另外呢 我们也发现我们其实台湾 我们有很多都是工业品牌 那这个工业品牌呢 很多都会跟专利会有抵触 就是当我们的品牌已经打出去之后 才发现说就有其他的国际企业 来去做这个控诉的这个问题啊 那所以专利布局 当我们在开发新产品 或者我们在打国际品牌战的时候 这个专利布局的部分 相对来讲也是很重要的 所以呢 我们在这个品牌这个诊断或者辅导的这个资源里面呢 我们有一个资源投入就是专利布局的诊断辅导 如果我们的企业你去打国际仗的时候 你可能在海外上会有碰到像广告设计 甚至我们在海外的品牌的上 这个商标权投资等等 那这些的话 当你需要比较大笔的资金 那在需要去打海外市场的时候呢 那我们有一个品牌贷款的一个机制 那这个每一年度也是有一些企业来做申请 那前面都是讲我们的资源 就是我们的内工 在这个工业局的体系之下呢 我们可以有哪一些的辅导的工作跟内容 那大家一定很想知道说 那我要用什么条件符合这个可以来申请 那这个申请的条件很容易 第一个最重要就是一定是国内的品牌 那而且呢 我们是希望你的品牌呢 是在海外市场有这个至少两个地区以上 或者你的自由品牌在总营收是20% 那我们的申请的日期 截止日期呢 是4月7号 也就是今天开始一直到一个月提出来 那整段的日期呢 是再往后到5月31号 这是截止收件日期 那这个申请的流程就像我刚才说的 每一个送件我们都会先去了解 你的这个申请的内容 那申请的内容 然后我们先做一些书面的审查 然后在会议审 那审查审完了之后呢 那我们就会有一些签约的这个动作 那最后会有一些这个款项的提拨 那在这个申请的资料 我想这个资料的部分都是一些paperwork 这个部分的话我就不再赘述 那各位回去之后呢 可以在我们的网站上面 会有看到我们的这个预告版 那那个版本里面就可以看到 这些相关的申请的资料的文件的部分 那很重要的是 大家想要知道说 那这个经费厂商是不是要付钱 针对诊断的部分 我们每一个诊断案如果申请 然后我们看过内容通过 大家审查通过之后呢 那这个诊断案是由工业局这边来付钱 付给我们的管顾公司 还有我们的团队 那如果是辅导案呢 就是如果是经营品牌辅导的部分的话 是150万 那工业局补助75万 这是第一年的部分 那第二年的话是补助40% 就是厂商要自筹款一半 那另外其他的像设计啊 制裁辅导的话 那政府的补助不超过75万 这原则上是这样子 那至于说详细的内容呢 我们大家会后可以去我们的网站 官网上面看 我们台经运就是那个品牌台湾的 品牌台湾官网 我们这个官网里面呢 有包括我们的这个相关的作业的 就是我们的须知 还有就是如果说是你要下载 那个申请条件的话 在这边可以看得到 那我们的官网也很棒的就是 我们过去这四年来 所诊断辅导的一些的案例 虽然没有全部都放上去 可是有一些还不错的案例 而且成熟的案例呢 我们会放在我们的官网上面 那除了这些还有我们的管顾 平时针对品牌管理 品牌辅导的一些知识呢 我们的也会放在我们的官网上面 所以在座各位的企业伙伴们 如果您对品牌经营管理的 有任何的问题的话 你们先上官网看 然后或者是可以打电话 跟我们的同仁 我们同仁会针对每一个企业的需求 然后先去了解之后呢 再去customize 协助我们解决我们在品牌发展上面的一些相关的问题 那以上时间的关系就很简单的报告 谢谢各位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